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雙方一拍著合,就談怎麼樣 有文出版機跟董總 當然,我自己也有領導一個叫 全國交易改革委員會 那個就各民族的,加進去 一起來搞這項活動 這個活動的重點就是說 語言是民族的靈魂 這個從華社也是這種感覺 馬來社也是這種感覺 印度人也是這種感覺 所以這是共同的一個焦點 那麼最重要的還不值得是 教育部長會出席 可見他重視這個活動 他也會來見證我們兩個機構的簽合員 語言出版機和我們董總 語言出版機會幫忙我們董總 提高我們的國藝水準 不只這樣,還有其他幫我們 我們會幫語言出版機 包括一些馬來西亞學校的華文水準 這幫可以是資訊的幫忙 支援我們在中國等等地方有很多資源 我們也可以介紹給他 語言出版機沒有這方面的聯繫 其實,給你講的就是一個% 集資教育呢 它有兩塊 有一塊是在教育部那邊撥款 辦的集資的學院、中學 包括一些大專課程 另外一塊是在人力資源部 這兩塊巨大的 比如講我所知道的集資教育部 叫預算裡面就大概17億 50億裡面17億在教育部這邊 它還有很多部門 有6、75個部門 現在在整個過程中 那麼在教育部那邊 我們查的資料 那個行動方面當年查的資料 還不到2%是華裔子弟 印度人更少了 0點多 其他都是馬來人讀 在人力資源這一步 也是很少 在世界的數據 剛剛拿到1.3億 那麼所以我們是覺得 這個我們的華校 包括讀中 甚至包括國民心中學 國中都好 華人參與這方面很少 我們是要政府一定要去檢討 華社自己的心態也要檢討 當然政府也要檢討 是不是它整個機制 使到很多華裔學生不方便進去 或者它的整個環境 可能太過回教化 因為它是這個技術生 孩子待不住